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比琳 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 试试茶盒的聊天机器人协作是怎样进行的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类似的图片或者是影片说 新冠病毒到达肺部之前会停留在你的喉咙四天 而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喉咙很痛 如果你水喝的够多 或者是你使用温开水、醋、盐巴、大蒜 各种奇妙的方式 你漱口或者是你进尸 这个时候病毒就可以清除 而最后他都会告诉你 请记得将这个讯息传出去 因为你会因此救助到别人 另外一种则是因为疫苗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类似的疫苗讯息 不断的送入我们的聊天群组 LINE群组、Facebook 局域来说像是辉瑞、莫德纳的MRI疫苗 有非常多疾病 局域来说不孕 局域来说高丸变小、生殖力变差 脱发还有肥胖 或者是高血压、癌症 有很多类似的副作用或者是疾病 会跟在MRI疫苗的后面 然后来宣称说 如果你施打了这些疫苗的话 你的身体会因为这样子 在5年后、10年后产生很严重的疾病 所以年轻的小朋友要不要施打疫苗呢? 此类的疫苗阴谋论 其实就会非常大程度的 去影响我们的公共卫生和公共利益 错误的讯息就是以这样的方式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因此浅移默化 因此透过我们的父母 透过师长 透过其他人的口中 来进而达到宣传 或者是散布的效应 但实际上事实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其实并不是哦 实际上呢 根据所有的疫苗的研究 这些疫苗或多或少 也许会产生比如说肌肉施打 部位的酸痛啊 或者是短暂几天的可能 高烧、腹泻、感冒症状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至于因为施打疫苗 导致不孕 或者是因为施打了疫苗 破坏免疫系统 这类的状况是不曾产生过 而另外件事情就是 防疫的标准 或者是防疫的作为 透过食品 透过这些 营养素 维加密C 或者是如果各位之前有听过 有一些医师 他们会认为说 使用NIC的化痰药 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的保健食品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基础 根据食药署的规定 其实保健食品 是不能够宣称自己有疗效的 因此如果你看到 有一些宣称说 可以治病 尤其是可以抵御新冠肺炎 可以治疗相关疾病 此类的说法 如果印在视频上面 其实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甚至可能会违法 具体来说像这则 当我们在群组里面 看到这则的讯息说 疫苗试达越多剂 确诊率会越高 因为身上的RNA 可能会被 含有病毒的疫苗给破坏 这个时候他宣称 你的自体免疫系统 可能因此下降 甚至留下永久的后遗症 导致身体的健康度会下降 或者是罹患疾病的几率提高 所以政府为什么要拼命 叫大家接种第三剂 或者是老年人 或者是含有疾病风险高的人 甚至还要施打第四剂 这是为了消灭台湾人 这则讯息很有趣 他使用了三种做法 来吸引你的注意 第一个 他告诉你 他所想陈述的内容是什么 比如来说 疫苗里面还有病毒 第二件事情 他使用了一些错误的数据 他把过去的确诊死亡的人数 然后跟目前确诊的人数 然后用一种错误的计算方法 错误的图标解读 让你误会说 施打疫苗的死亡风险 其实高于染疫的风险 最后他用阴谋论 为什么政府要叫大家施打疫苗 因为政府想要消灭台湾人 以此让我们认为 政府是不好的 政府做了很多好坏坏的事情 政府想要伤害我们 健康的免疫系统 和伤害我们的身体 错误的讯息除了会带来 错误的医学知识 错误的健康知识 延误就医 让我们没有办法在正确的时机 达到好的医疗效果 或者是寻求正确的医疗协助之外 他另外一件糟糕的地方来自于 他会造成民众对于现有资讯 或者是既有资料的错误认知 而透过这些资讯的改变 或者是资讯和资讯之间的操弄 或者是只提供部分的资讯 以此去影响人的观感 影响人的想法 最严重的情况是 他可能会影响主 他可能会让民众认为说 那也许某个政府是不好的 也许某个政权是好的 或者是来自国外的某个政权不好的 来自某个外国的国家是不好的 而这就是认知错误的想法 其实就会影响人们之间的信任 实际上在我们社会当中 我们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信任关系 事实的信任关系 我们很多事情会没有办法在一个公平或公正的态度下解决问题 因此也会破坏我们做事情的效率 举例来说 如果你要去公司 你跟公司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关系 那你的职务的内容 才有办法很明确的下达 在学校 老师和学生之间 必须要维持一个简单的信任基础 不然所有的人都像防着对方 提防对方的方式 那些学习的效率也会变得很低 如果你在家庭里面 你跟你的家人其实缺乏信任关系 缺乏互助的关系 那么会严重达到的后果就是 你在这个家里面 你会找不到自己的空间 你也会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跟其他人共处 那错误的信任 其实就会掩盖 我们目前所需要的空间 和需要的信任 那失去了信任 我们很多事情会没有办法支持下去 我们发现这些错误的讯息之后 我们想到一件事情 我们要如何去重建大家的信任 不知道各位在2016年 或者是前几年前 当台湾正在通过婚姻平权法案的时候 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讯息 说如果台湾通过了婚姻平权法案 那么台湾的同性恋者就可以结婚了 如果台湾的男同性恋者可以结婚 那么国外的那些外国的同性恋者 他们就会想要跟台湾的同性恋者结婚 获得台湾免费的健保资源 来治疗他们的艾滋病 此外的错误讯息 其实不只是破坏人们之间的信任 他对于人权 对于基本的一些权利的照顾 更是达到极度伤害的程度 更多的同性恋者或者是青少年 他们可能因此感到 犹豫难过自杀 或者是有更多需要协助的情况发生 其实错误的讯息 就是透过这些错误的评论 错误的意见 并且施加一些额外的 比如说政府的力量 像刚刚所说的 如果台湾的全民健保是一个可以被免费分散的资源 那缴缴健保费的人 缴缴税金的人 可能会因此觉得说 那为什么我要负担我的税金 虽然可能其实根本没有找到税的人 或者是我的健保费 他可能缴的是最低级距的健保费 误以为说他所负担的这些钱 会需要去帮助某个他不认可的外国人 这些事情其实都是错误的解读 既有的资讯 台湾通过婚姻平权法案跟台湾通过婚姻平权法案之后 可以免费的提供健保服务资源 这两件事情是不在同一条现象的 事实的真相是 其实所有的外国人 不管他是不是同胜恋者 他其实进入了台湾之后 他都可以依照正常的程序 加入台湾的全民健保 当然还是要缴交健保费 那之后呢 这些人就一样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下 跟大家一样一起去拥有好的医疗照护 而这件事情其实就会是当我们看到人权的议题 或者是当我们看到婚姻平权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针对性别平等 或者是不同的性别尊重不同的人格特质 来去建立一个新的法案 或者是怎么样去跟既有的这些人 或者是不了解的人沟通 而沟通这会是我们当遇到错误讯息的时候 所要做到的事情 当我们看到一则讯息 不确定它到底是真的 或不确定它到底是假的的时候 首先可以做的事情有几个 一个是主动上网查询资料 还有就是去咨询专业的专家 专业的学者 或者是咨询医师 包括像前面说的艾滋病的议题 同性的议题也是 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可以找到明确的第三方 或者是具有专业知识的某位学者 某位职业技术人士 我们可以请教这些人的专业意见 同时我们也可以再把这些已经处理过的资讯 再来跟我们的家人分享 跟我们的朋友分享 跟你的教会分享 跟你的中亲会分享 或者是跟你比如说实际的朋友 福祉的朋友 各式各样的朋友 我们都可以透过分享资讯 并且分享正确的资讯 让所有的人都获得帮助 真的假的认为 我们应该要能够尽可能去容纳更多的人 因此其实固定的 我们大概每两个月会举办一次的编辑小剧 就是所谓的聚会 这是我刚刚提到的 当我们查到了政策的讯息 我们又能够去跟其他人分享 而在聚会里面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协作 协作就是互助合作 我们帮助别人 并且同时也让别人帮助我们 在编辑小剧之中 所有人都会获得一些新的讯息 而这个时候大家会帮助彼此进行辟谣查核的程序 而在透过完成了这些过程之后 所有的讯息就能够迅速的被回应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 其实是每一次编辑小剧的时候 每一次都会提代的人 那这些人其实跟我们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 他可能就是你的朋友 可能是你不认识的某位亲戚 可能是网络上误解来的人 而这些人其实我们过去是大部分是完全不认识的 透过这些人的参与 我们就会知道每一次的自动参与 或者是每一次的编辑小剧 所能达到的效果就是这群人的努力 并且这群人持续的付出 贡献出他们当时的时间 贡献出他们当时的知识 他们所查核到的资讯 这些资讯就会永久的留存下来 帮助更多的人 大家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其实真的假的为了帮助查核 写了一个很大的API网站 资料库等等 那最能够直接提供帮助的就是机器人 而为了让机器人可以稳定的运作 其实我们需要透过很多志工 很多网友 很多查核协作者的努力 那在这个网站里面呢 每一位志工都可以在协作网站里面 留下自己的查核结果 提供相关的出处 而这个时候呢其他的使用者 或者是其他的志工查核者 也能够针对查核的结果进行评价 也就是投票 我们想要透过社群的力量去决定说 讯息回得好或者讯息回得不好 而且呢这些人也可以 引用这些讯息 或者是针对这些已经既有的查核结果 再行补充 让资料变得更完整 网站里面呢 会有很明确的两个方框 可以选择分类 举例来说 他到底是不是应该要被查核的 他是不是正算讯息 他是不是错误讯息 或者是他其实都不是 他是含有个人意见 或者是个人评论 并不是针对事实所提出的一段文章 此外我们会要求减负出处 确保他的说服力 或者是确保他是能够明确的帮助到其他人 此外我们鼓励所有人参与协作 在网站里面我们进行了一些努力 我们想要把游戏化 或者是升级的模式 带到这个查核的机制里面来 所以所有的人 只要他能够在网站里面登入 他其实都会获得一个个人页面 个人的网页 我们做了一些小小的设计 所以他也可以在里面 透过像是四言会的方式 捏出一个自己喜欢的脸画颜色 可以修改自己的显示名称 自我介绍名称 更改头下 此外他也可以因此获得一个个人页面的网址 在这个个人页面里面 你的努力不会白费 你所做的产出 你所经营的这些查核的结果 你所写过的每一行字 或者是你所协助过的评价 协助过的投票 都可以透过列表 一一列举出来 而这个列表 其实就会像是高中申请大学的时候 可能会使用到的学识历程 或者是像是履历表 所以过去其实也有人 拿着这份主页去寻找工作 那因为它可以名列出来 就是你所有看过的文章 你写过的文章 所以它能够装申你个人的职业来说 阅读能力 输舍能力 或者是快速解答问题 或者是整理资料分析的能力 在这个个人页面里面 可以呈现出来的 就会是你努力的成果 而我们也相信 在协助的过程当中 只有尽可能的去鼓励 他人的协作 他人的付出 并且让这些事情 都可以透过极大程度的 透明公开 让所有人都可以一起看到 这样子流程会让人更愿意投入 比起当你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这些努力都没有收获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认为呢 让所有人的产出能够被解释 能够被看到 并且能够被感谢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个人工程列表里面 除了名字 除了头像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经验值的经验表 当经验值值就是 这是回应的文章数 当你回应的篇数够多 它可能就会升级 那我们就会跳出一个 叮叮叮叮的升级动画 此外呢 你回过几篇顺时 你协助请平大播几篇讯 你在左上角 你可以看到会有一个 等级列表 我们也设计了很多的 你可以从星星换到钻石 换到原型宝石 此外在最下面的每一个 都代表了一年当中的一天 而在这个天数当中呢 如果你贡献的越多 该方框的颜色就会越深 从浅黄到极度的升局 那我们也相信这样子的过程 这样的记录 可以鼓励更多人 看到他们的投入 并且可以鼓励这些人 更多的帮助其他人 让这些错误的讯息 被查证的结果 永远的流传下去 此外呢 在Facebook上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 小小的公开社团 公开社团里面 每个礼拜 我也都会去公开感谢 该周有进行查核 进行贡献的这些参与者 那此外在这个查核的社群里面呢 我们也会把 需要公开讨论的问题流出来 举例来说 如果有人攻击资料库 如果有人用错误的讯息 去扰乱大家的认知 有人用错误的回应 去破坏整个社群的和谐 那我们会公开出来 询问社群的参与者 应该如何处置这些人 此外刚刚提到的 在社群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 通常我会固定的 提供当周的贡献料 让大家知道说 他自己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而这阵事情 其实蛮有效率的去 鼓励新的参与者 并且让更多人在 即使没有活动的时候 也能够积极的参与 我刚刚提到的 真的假的 其实两个月才会办一次的实体聚会 而在这一生 没有实体聚会的 其他时间当中 就很需要 一周这样固定的去检视 去鼓励 并且去帮助大家 排除大家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下 才可以让这样的查核能量 这样的协作能量 继续的蔓延下去 而不会只是一次性的结果 使用的方式很简单 我们设置了一整套的系统 当使用者 发错误的讯息 我刚刚提到的 如果让同性恋者结婚 台湾就会变成一个爱资之导 他就可以把这个讯息 发送给老天机器人 老天机器人之所以可以回话 是因为在背后 设了一个很大的API 而他连结了资料库 跟机器人回话的资讯 那这个时候呢 使用者所发送的讯息 当给了聊天机器人之后 聊天机器人会自动的 跑去资料库里面 寻找说 有没有符合 这个错误讯息的资料 决定来说 台湾要变成爱资导了 那这个时候 机器人就立刻回应说 没有这回事 我们在资料库里面发现 爱资病之所以蔓延 是因为不安全性行为 而并不是因为 同性恋结婚 就会使某个地方 蔓延爱资病 实际上要做的事情 还是从公共卫生去解决 并且避免错误的污名化 此外呢 透过婚姻的保障 其实可以让更多人 回到同样的法律架构之下 也可以减少 就是各种我们保守人士 所不能够接受的情况发生 那其实这些都会是 有助益于 整体的社会环境 跟公共卫生环境 资料库里面呢 其实就是 所说到的所有及时讯息 跟刚刚志工所 一则一则写上的 查核回应 当我们看到一则 错误讯息的时候 这些讯息就会自动的 被传到查核平台 当然我们会问过使用者说 你愿不愿意把这一则 错误讯息共生出来 很多时候使用者可能问的是 比较隐私的讯息 那可能会不想要发出来 那我们也觉得没有关系 但如果使用者愿意 贡献出这则错误讯息的话 错误讯息就会成为 所有人的资产 那我们大家就可以去观察 这些错误讯息 其实呢 不只是 大家可以进行查核 大家可以进行回应 大家也可以去发现到说 在过去某些时候的 这些错误讯息 有没有被删除 有没有被留下来 过去有几次 举例来说 台湾的可能地方选举 很多的错误讯息 或者是带有政治宣传 带有就是去攻击 政敌的影片 在选举之后呢 所有的影片 就通通被下架 通通消失了 而这个时候 其实真的假的 在前置的 就是公开这些讯息的时候 就会留下一部分 这些讯息的内容 这些讯息的细节 而我们也可以透过 真的假的 去观察到那一些 可能会被销毁 可能会被删除的资讯 那大家就不用急着做备份 查核后台呢 则是所有的查核志工 他们都可以自由的登入 登入查核后台之后啊 就可以在查核平台上面 协助撰写回应 刚刚提到的 在我们这个社群里面 真正重要的是 透明 公开 跟协作 如何让协作成为 一个伟大的力量 就是要能够最大程度的 让使用者跟查核志工 一起进行合作 在查核平台上面呢 这些查核回应 或者是更新过的资讯 都可以透过通知 去告诉使用者说啊 过去人类的错误讯息 我们现在查核到回应了 而这些新回应的通知 新讯息的通知 也可以帮助使用者 去解决他过去的困惑 而现有的资讯评价 跟资讯复合系统 则是让我们可以去 检视查核志工 回的讯息好不好 如果说这个回应不够好 那我们大家可以一起 再透过复合的方式 去更动那个回应 让回应回得越来越好 而这整个系统 其实就是有来 所有人都要一起 参与的情况下 才有办法实践的 也就是说越多人参与 越多人进行查核 并且越多人贡献出 所含有的不实讯息 其实可以有效率的 让整个查核平台 让整个查核系统 尽最大可能帮助更多人 而这一切 就来自于大家群体的合作 去帮助这个聊天机器人 除了之外 工程师让整个查核系统 让整个聊天机器人 是开放的 我们进行开放认识码 把所有的程式码 都放在GitHub平台上面 也就是说 只要你有 就是基本的技术能力 其实你就可以在你自己的 笔记电脑上面 抬发一个一模一样的 聊天机器人 而过去 的确有其他的 下游的机器人 也是以就是 观看了真的假的的 使用教学 技术教学 城市码教学之后 就如法炮制的 制作了其他的 下游机器人 那此外呢 像是在泰国 他们也使用了 真的假的的城市 做了一个泰国版的 Covac 刚好像没有提到 真的假的的英文名字 Covac 做的事情就是 共同协作的事实查核 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这整个查核系统 必须要越多人 一起共同努力 才有办法实践 越多人一起参与 越多人一起 进行事实的辩证 事实的查核 整个系统 就可以越来越好 也就可以回应 更多错误的讯息 除了开放原始码之外 当然假的也支持 开放资料 所以如果你在写作业 你在做研究 你是智库 你想要知道 现行的 不实讯息的样态 其实就可以使用 开放资料 所得到的开放结果 去看到所有 不实讯息的热门程度 看到不实讯息 如何去影响 这个社会 看到不实讯息 他们怎么样被回应 看到不实讯息 我们要怎么样 用好的回应 去回应 不实讯息的陈述 那刚刚提到了 为什么泰国 可以做一个 就是泰国版的扣发 我们整理了 中英文的工具包 也就是说 所有的开发教学 所有的开发 还有设计理由 真的假的 会无偿提供出来 并且使用中文英文 剧成的方式 去提供给 全世界的参与者 那也就是说 整个世界的 全球的伙伴 或者是其他 不管是中文地区 或者是英文地区的朋友 他们可以透过 阅读这份资料 开放的文件 去开发一个 一样的机器人 一样的去帮助他们 看到不实讯息 受到影响的 这群朋友 那此外 可以让他讲出 不一样的方式 也就是说 当机器人 在不同的地方 落地生根之后 大家可以讲出 不同的特色 那这也是开放 所能够达到的 最好的一个效果 越是开放 我们越能够看到 不一样的可能 越是开放 我们越能够看到 所有人 所展现出来的创意 跟他们无限的热情 越是开放 我们就可以看到 错误的讯息 如何透过 这一整个查核系统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透过所有人的努力 进而得到查证结果 在网站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会有很多的 讯息页面 这也是刚刚提到的 我们会提供 需要查证的讯息 并且我们会鼓励 回报的人 提供一些理由 理由是可以 无限增生的 阅读的人提供理由 提供补充 这也是最中间的 那个按钮 在comment 或者是我想补充当中 你可以提供一则 就是你也想查 这则讯息的理由 或者是 你可以协助找到 这个讯息的原文 很多人会在里面 放上他们搜寻到的 该则讯息 搭配的影片 搭配的图片 他们的网址 或者是他们的 其他细节 实际上是因为 很多的错误讯息 会只有截录一部分 直接来说 可能因为传输的方式 或者他们分开发送 那可能该的讯息里面 就只有文字 而没有影片 没有图片 这个时候呢 网友们就可以 把这个讯息 再透过查核 比如说直接搜寻 用Google 用Dotago 或者是 放在Facebook上面 放在Twitter上面 在他们的社群平台 去找到讯息的 完整内容 找到图片 找到影片 甚至找到声音的答案 你可以把声音图片 再上传到Google Drive 然后再把这个讯息 分享出来 一样的放在这个 comment 或者是 我想补充的地方 就可以帮助 更多的事实查核朋友 那目前 所有的事实查核者 他们所赚取的回应 也都会根据 这一些资料 进行分析 进行讨论 第一堂课的最后 希望邀请各位 一起来提供 一则错误讯息 并且针对这则讯息 进行解读 举例来说 就是一则真的假的 所收到的错误讯息 错误讯息当中 提到了 意大利人民 全国跪地 向天祈祷 那这个讯息 提供的资料 非常的少 没有图片 没有影片 什么都没有 怎么办呢 你可以看到下面 就有人提供说 天主教会 会在教会的集体祈祷 并不用在马路上 那另外一则补充 他就会提说 文字的影片 来自于这个 可能在Facebook上面 在Google上面 找到的影片的原始档 而标题文字 来自于这几个文字 似乎也不是意大利文 整个讯息提供出来之后 达到了帮助效果 这会是 事实的查核协作者 他就可以发现说 这个影片 其实是来自于 巴西的教会 在市区集体祈祈祷活动 根本不是意大利 而也不是 所谓的 天主教的祈祷形式 那这一些的查核资讯 就会永远的留下来 这个讯息 就会透过所有人的合作 达到完整的查核 并且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而第一堂课 最后 要请各位 在表单上中填到的 这会是提供一则 错误讯息 或者是你觉得 可疑的讯息 找出它的真点 找出它的原始的文字 更多的资料 更多的影片 图片等等 并且呢 再找到 能够佐证这份资料的 文字和结果 并且附上出处 如此第一堂课就这么结束了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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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